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现场的贵宾 以及所有在一楼 二楼观赏我们同步转播 所有VMware的好朋友们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欢迎来到VFORUM 2017 哇 2017又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年 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创新 不断地推陈出新 由于科技技术不断地大步向前迈进 我们在一个很复杂的世界里面 所以昨天成功的公司 或者今天成功的公司 明天不见得成功 我们观察到财富杂志 财富500强的公司 过去在这些名单里面 上面的企业 在早期他们的存续的时间 可以有100年 80年 70年 但是到今天 这些500强的公司 在这个名单上的存续时间 已经缩短到不到15年 也就是这些公司 必须能够持续 不断地创新 是一个难上加难的工作 也因应这个转变 Fortune杂志在今年 针对全球的领导企业 重新做了一次评估 对于未来的前瞻性 投资做了整体的一个评估 那么在最新的选出的 Fortune Future 50 这前50大企业里面 在前25家的领导企业 都是已经超过市值200亿美金的大型公司 在这里面最主要的几个领导品牌 各位可能都很熟悉 比方说汽车行业的特斯拉 比方说Facebook 比方Netflix 那Venway在这一次的评选里面 我们是第六名 我相信这次财富杂志 也对Venway未来的创新 我们的前瞻性 给了一个非常高的评价 那么Venway的持续的创新跟研发 也不光是我们自己的产品 也不光是我们自己的解决方案 更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尝试 一直努力 在提升我们整个IT的供应链 让它更有效率 让它更有前瞻性 所以我们全球的合作伙伴 生态系 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 那这次V4RUN大会 我们特别要感谢 我们所有重要的 全球以及台湾的生态系合作厂商 我们要特别感谢HP Enterprise 多年来跟Venway的长期合作 我们也特别感谢亚马逊 AWS DAO 富士通 IBM 联想 以及Trainmicro趋势科技 我们也感谢所有其他的伙伴们 谢谢你们今天来到V4RUN 2017 来展示你们最新 最完整 与Venway整合的技术 希望所有的来宾有机会 都能够去我们的合作伙伴 去体验一下这些最新的科技 那今天非常荣幸 邀请到王道银行 台湾之星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联发科 财经资讯 神通科技 来到现场 为我们做客户的经验分享 那今天呢 上午有两场非常精彩的 非常精彩的主题演讲 精彩到什么程度呢 我稍作保留 不过保证大家会非常激动 那我们有六位刚刚介绍的 客户的实际的经验分享 那我们下午有六个分会场 有36个研讨 那另外我们今年刚刚直播也介绍了 我们今年第一次推出这个Hands-on Lab 所以邀请我们的企业的IT管理人员 可以实际去体验一下 怎么样透过V&A的虚拟化技术 虚拟网路 虚拟存储 以及我们的云自动管理平台 可以在几分钟之内 就可以创建一个全新的资料中心 那希望大家有机会体验 那我今天也特别感谢 我们线上的所有朋友们 透过我们的直播平台 以及各种平台 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讯息 那我特别感谢 除了今天台北的贵宾 我们新竹有几辆专车 我们包括台中 台南 高雄 谢谢你们一早搭乘高铁来到台北 那希望各位今天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一天 那接下来呢 我就要邀请我们今天第一个主题演讲的贵宾 那他也是我们全球IT非常资深的领导人 我们VMware全球副总裁 及大中华局总裁 郭总裁 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 Good job Barry 谢谢 Barry 大家早上好 我记得我今天早晨一进来的时候 还没有八点钟 外头已经沾满了好多人 让我感到非常地兴奋 刚刚Barry也提到说 未来或者是创新 未来不是预测出来的 未来要是创造出来的 而我们要创造未来的一些工具 其实都是在我们身边 还记得 异形这套电影 Alien这套电影 这里头的女主角 Adam Ripley 配上一套外P式的机器骨架装备 大战这个异形外星人 那个是当年 科万这个电影里头的一个 科学的一个创意的概念 是三十多年前的一个概念 到2017年 其实已经成为一个真实的技术 在今天的南韩制钢这个厂 或者是在机船的一个造船的一个公司里头 一些工人一上班 第一个时间就配上一个 外P式的机器骨架装备 引起有了超人的一些力量 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看 Star Trek 这个星际争霸战 这个星际争霸战 其中有一个模式 就是所瞬间移动的一个装备 Scotty Beam me up 把Scotty把我传送上去 每一个人都记得 这个非常经典的台词 真实的科技技术里头 量级周长 这个是爱因斯坦 当时我形容说 这个是一个忧患式班的超距离作用 就是一个spooky action 在大概三四个月前 中国的中科院的一个大学 在合肥的一个大学 已经成功扶植量级周长 它利用一个人造卫星 把一对光子的状态 把其中一个光子的状态改变 然后马上瞬间 及时地就把另外一个光子的状态改变 这个事情我觉得挺神奇的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是通过华尔街日报 Wash Journal的头版 它写出来 哇 那真厉害 真的是真是假 然后我过了几天以后 再看到一个其他报纸上面看到 我的时候怎么可能呢 因为这个训剑转移 可能是比光速还要快 然后我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后 我去美国 听到美国的一个国家的收音机频道 National Public Radio 它花了20分钟来讨论这个实验 我就觉得 哇 原来一些以前科幻的电影的 一些比如 一些预测 现在慢慢逐渐地变成为现实了 在这个Hollywood 非常喜欢拍一些跟昆虫基因改造的电影 我们从蚂蚁到蜜蜂 从苍蝇到基础 基础社 最后到了蚊子 真实的科学技术 其实我们正在很多 科学家利用CLISPL技术 坦白了我也不知道这个什么技术 这个我就读出来CLISPL技术 在改变蚊子的DNA 帮助防止蚊子 这个技术的全部 跟对人类有害的一些病毒 举个例子就是 Sika virus这个病毒 在Google也在做这个实验 在广州也就有一个实验室 也在进行这方面的一些研究计划的一些部分作业 在所有改变中 影响最深远的改变是什么 影响这个 我个人认为是 是我们在这巨变的世界中 参照框架的一些改变 是背后意义和我们日常的一个期望 中国有一句老话说 不进则退 有些是我们每一天 每一周 没有看到变化 反而是让我们惊讶的 不断的变化 已经成为我们每一天的预期 就实以为常了 就是什么变化 没有什么了不起 没有变化 才是让人惊讶的一个情况 有一个非常极好的一个例子 几乎每一个人 上了一个无人驾驶的车 第一个感觉就是 哇 好惊讶 是什么回事 是真的吗 是能够帮助我 从一点到另外一点 非常在一个 车那么多的一个情况之下 能够安全送我 到达一个另外我的目的地 所以第一分钟就是 哇 没人操控这个方向盘 这个是没人去控制 这个刹车或者是加速 是什么回事 到了这个第二三分钟 就觉得 好像还行 那究竟有多少个感应器在里头 有什么样的感应器在里头 如果有车突然间切入我的车道 这个会有什么发生 然后如果这个网线端了怎么办 这种问题呢 我们在座绝大部分的很多朋友们 都是对技术形的 都是充满好奇心 可能这个时间可能会长一点 可能到四五分钟左右 可是到了第四分钟 到了第五分钟 我们就觉得无趣 就觉得 这个车为什么行走得那么慢 这个好像比我们日常还慢 如果是小孩的感觉呢 就是说 爸爸我们到了没有 这个我们反映从短短的四分钟内 从无比兴奋地变成习以为常 而且变得无聊乏味 这个是我们整体的文化现况的一些缩影 这股动力正影响到 你们或者是我们自己 说得出来的所有的产业 简单地说 科技就像鸟类 离潮正要展翅高飞 从每一个产业 在每一个产业的每一个层面 我们都可以看到 从大感惊奇到平淡无奇的一个情景 科技正在经历一个突破期 这是只是五个代表的一些产业 在每一个产业中 新型的科技导向模式 正在改变业务的 身影的每一个层面 从第一线的客户经验 到幕后的后勤作业 都是在发生巨变 我们现在举两个例子 在1990年代 两个当今 非常主要的电子商务公司 已经开始进入这个领域 我初次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 还是感到非常惊讶的 电子商务现在已经达到 全球的总零售业的10% 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 在刚刚过去的双十一购物节 阿里巴巴一天的销售额是 252亿美元 而电子商务还有巨大的空间发展 我们常常看到阿里巴巴 正在塑造零售业的未来 其实已经有很多的零售产品 已经进行很大方面 很大程度的继续地改造 好像Newskin Coca-Cola Amazon Best Buy Walmart Starbucks 都已经不断地在改变 其实不改变 已经成为不现实的一个情况 另外一个非常快速 而非常彻底地在改变的一个行业 就是电信行业 电信行业的竞争 讯息万变 电信行业的总营收和利润 已经不上10年前 那么容易地收取的 如果这些电信的从业者 要继续地成功 他们必须要提供更多样化的一些服务 并且需要提供更有个性化的一些业务 比如说怎么样去提供一些服务 一些链接的功能提供给Virtual Reality Augmented Reality 这个是100倍的链接频宽的需求 还有提供100倍的链接能力 支持物联网的一些业务 根据Gardless公司的预测 到2020年 这个就是三年之后的一个事情 到2020年 当时的物联网的一个装备 已经达到200个亿的总量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字 提供新的基础架构的升级 利用5G 利用5G的这种技术 可能让生活们 日常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方便 更加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感觉 目前的挑战 不单只是在链接上面 我们在固网方面 技术和基础都是在孤岛 业界的龙头正在利用一些软体 这个定义的方式 来把这个去改造 网络 虚拟网络功能加上云端应用程式 融合云端和网络功能 这个虚拟化基础架构 提供一些我们所谓的 Network Function Virtualization NFV的这种能力 NFV的能力是基于OpenStack OpenStack是关键的虚拟架构的管理层 VIO 4.0 VMware Integrated Foundation 是我们最好的OpenStack发行板 它的能力是容易部署 设置和使用 提供电信级的高可用性 水平扩充的能力 这种scale out的能力 符合OpenStack Foundation的一个标准 最近发布的VIO 4.0 Carrier Edition 符合电信行业的需求 包括我们所熟悉的 所有VMware软件定义数据中心里头的一些元素 跟组成部分 我们现在目前 已经跟很多不同的电信行业领导者 一起来去做 已经有超过50家的服务商 这个服务已经超过315000万个移动用户 Volta Phone是其中一个例子 我们跟Volta Phone已经全面 它的集团公司已经全面采用 VMware的NFE的一些技术 很多人都觉得 这种自动化所带来的坚负性是巨大的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一些工作 是否会把我们的职位都毁了 都灭了 这个其实大概三个月前左右吧 四个月前 Gardness在 Orlando的一个symposium里头 做了两个预测 他们做了很多预测 我举两个预测给大家分享 他预测2021年 到那年的IT专业的人才 是等于是2017年的75% 少了25% 还有就是人工智能的到来 会减了180万个工作岗位 但是同时间会创造230万个新的工作岗位 一些新的机会 代表什么呢 我们这里了解一下背后的一些意义 我们未来几年 数据中心或者是IT的应用只会扩展 不会说少的 那为什么IT的技术人员要求越来越低呢 首先IT的数据中心或者是把它需要云化 把它高度的自动化 还有更多的利用上云计算的一些 公有云的一些服务 我们再去看一下 美国200多年前 85%或者是以上的美国的劳动人口 都是从业农业的 现在已经是到2%左右 而2%因为通过一些新的技术 自动化的一些能力 已经能够满足美国一些粮食的需求 还有更多余的是可以出口 还有就是数十年来 这个技术业工作的组成部分 有大概20%到25% 我们其实将这些职位的工作 继续地自动化 让这些职位变成为一个 能够创造更高价值的一些角色 到2020年 十个职业的机会里头 有走过张淑玉是第三产业的 这些第三产业大多数成为 服务业 零售业 医疗的健康业 我们正在持续地创造 这些未来高技能的高性职位 过去基本上所有的 我们跟小孩说 我们要立足于这个社会 我们必须要有三个部分 必须要做得非常好的 就是读 写和演算 这个Mathematics要读写 未来当时还是读 但是同时间必须要写 写不是普通的写 是写程式码和演算 我们不仅仅 我觉得跟一些IT的从业员 去了解一些情况 他说我们不怎么害怕 说IT的从业员去靠近业务的转型 而是我们必须要想到说 非IT的从业员 或者是普通的业务人员 已经越来越多地具备 一些城市或者是IT的一些能力了 他们不需要IT的人员 他们自己本身 已经能够具备编水的一些城市 就代表什么呢 就代表说这个整个大环境 已经是高度自动化 这些编程的一个能力 已经把它弄得越来越容易 每一个行业的创新的 有什么共同的脉络 每一个行业 他们具体为什么都有 什么共同点 为什么他们能够做成功呢 全部都是跟应用程式相关 应用程式能塑造 每一个全新的客户体验 能够建立创新的业务模式 应用程式与软体相关的技能 是每一个领域中的 赢家和输家的分界线 VMware的愿景是让企业 能够为其业务交易地 创造和安全的交付应用程式 再加上边缘计算和物联网 技术已经延伸到每一个层面 我们认为这是IT的新的格局 顶尖的科技为你解决问题 创新的思维为你带来开创的新机 在过去十年 软体发展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 接下来我们应该思考 是透过哪些科技 为你的企业带来机会 我们认为每一个任何的应用程式 通过合理的一个策略 能够采用不同的云 这个云是稀有云也好 或者是公有云也好 在合理的一个策略之下 怎么样去再通过 给不同的装置交付 给不同的设备 还有就是通过电信行业的一个 刚才说的一些个性化 一些NFV的组成部分 把这个电信行业 也继续地提高他们的反应能力 再接下来 我们就是把信誉的时间 交给VMware大中华区技术长 透过他的分享 跟你们分享一下VMware的产品线的一些 最新的一些状态 跟未来的一些方向 这里欢迎李刚 谢谢郭总刚才富有洞见地 对未来的一个描绘 还有就是说对VMware一个愿景的描绘 实际上VMware的这个愿景 我们认为它非常全面地和深刻地 描绘了未来的一个产业的格局 也就是说未来的企业IT和用户 我们会在这样一个大的方向上去发展 这里面后面的这一部分 Keynotes的后面一部分 我们将会进一步地跟大家去分享 去描绘这样的一个愿景 首先是说IT的发展像是钟摆一样 大家刚才看到 在1960年代的时候 那时候是以大型主机为核心的一个集中式的系统 之后出现了所谓的迷你电脑 出现了所谓的Internet 又向所谓的分布式发展 那么最近十年云计算的涌现 似乎让大家感觉到说 我们在经历一个再次集中化的时代 大家都会认为说 OK 云计算就是未来 但事实上一个新的变化出现了 就是说我们讲的边缘计算和物联网 也就是说钟摆正在悄然地向另一侧在摆动 那么边缘计算 我们可以说是私有云的一个进一步的延伸 边缘计算的出现使得原来说 以人相连的网络开始延展到以物相连 从云端计算到边缘计算 是一个现实的场景 跟一个数位化的场景的一个融合 在边缘计算场景里面 设备会产生大量的资料和数据 应用和数据量会爆发式的增长 所以说仅仅是纯粹的传统的云计算的基础架构 是不满足边缘计算这样一个新的出现的 VMR最新发布了VMR POS产品家族 还有一个第一个产品叫VMR POS IoT Center 那么这个是使得一个新的基础架构 更加适合于云计算加边缘计算的这样一个场景 它针对的是工厂 针对的是智慧城市 针对的是钻油平台这样的一个物联网解决方案 那么我们很高兴地跟大家分享是说 我们跟Toyota 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厂 跟他们合作来推出IoT的解决方案 那么Toyota也是我们最大的POS for IoT Center的 这样一个Beta版的用户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平台 能够连接数百万辆汽车 同时连接数十亿个车上的装备 那么谈到VMR的愿景 我们讲两句话 就是任何的应用程式 能够自由安全地运行在任何一朵云上面 而通过任何一个装置 我们可以自由安全地去访问任何一个应用程式 那么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我们怎么样去实现通过任何的装置 可以自由和安全地访问任何的应用程式 那么实际上这个问题呢 等同于说我们怎么样去连接人 人是大家每一个企业里面最最重要的资产 那么我们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让我们的每一个talent 能够非常自由地 但同时又是安全地去在任何一个地方 去存取自己喜爱的应用程式 实现这一点的核心挑战 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一个复杂的场景 这个场景是说 我们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应用程式 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设备 而还有很多很多的数据去散布在 我们企业当中的不同的所谓的信息孤岛里面 那么我们的解决方案呢 就需要去说建立一个框架 传统的方案是说 我们会去面对很多很多枝节的问题 新的思路是说 我们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框架 这个框架的核心是首先提供统一的身份管理 这是可以说是整个解决方案的一个引擎 然后它进一步地提供一致的安全的管控手段 而再推出一个完整的控制平台 让IT重新拿回到操控的能力 对整个控制全局的能力 这样的解决方案我们既可以在企业内部的 所谓私有云上去部署 同时我们可以以云服务的方式去交付 那么同时这样一个解决方案 还能够去支持一个全面的生态环境 不论是说是Apple的 是Android的 还是三星的 还是Windows 10的 以及各种各样的云环境 都能够提供统一的支持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呢 很高兴地宣布一个最新的战略合作伙伴 来支持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的一个愿景 我们跟HP宣布一项战略合作关系 我们可以把VML Workspace ONE 纳入到HP的设备级服务的一个技术平台 下面我们来听一听HP的CEO 跟大家怎么样去分享 HP and VMware are long-time partners 今天 I'm excited to announce an even deeper extension of our collaboration during your event we're announcing that VMware's unified endpoint management solution will be incorporated into HP's device-as-a-service offering VMware's endpoint management solution will be a key component of our managed service offering enabling customers to use real-time actionable insights and world-class security monitoring in partnership with VMware we're deliver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device usage today is an exciting day for both of our companies thanks to VMware and together let's keep reinventing 除了HP以外 我们还跟业界另外一个战略合作伙伴 Microsoft 我们宣布会在Microsoft Azure云上 来提供 VMware Horizon Cloud EUC或者说我们讲终端用户计算 是实现 VMware整体战略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接下来我想请Berry 以及我们的客战略一起跟大家分享 EUC怎么样帮助客户进行成功的数位化转型 有请Berry 谢谢刚总 在我日常工作当中 跟资讯长交流是我最开心的工作 因为透过跟这些各行各业资讯长交流 让我们学习到每个行业 在整个数位化的这个进程里面的一些挑战跟经验 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第一位我们邀请到王道银行资讯长 林爱国 林副总来到我们现场 那我们是不是热烈掌声欢迎林副总 副总您好 要不要先跟我们现场的贵宾打声招呼 各位同业的先进们 大家早上好 那首先更正一下 我不是资讯长 我是IT的资深从业人员 谢谢 好 谢谢 副总请坐 我想今年在台湾 大家在媒体新闻上面 都非常关注到 在我们金融业轰动武林 就是王道银行的诞生 那这是台湾第一家原生的数位银行 那其实我相信在座的很多贵宾可能不是很清楚 什么叫做原生的数位银行 所以我想先请这个副总您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王道银行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大家一直在看也一直在想 那王道银行的前身是台湾工业银行 在2015年 其实有一个非常强壮的顾问团队 其实这其实在 我底下的介绍 其实你上官网大概都看得到 但是有一群幕后的坚强的一个顾问团队 其实很少在这个台面上被提到 那我想在这个规划过程中 台湾的信用卡教父罗连福罗顾问 还有我们亚洲最佳的一个资讯长 真正资讯长 张鲁田 阿提张 还有金融在各经业务非常有经历的 Alber张 张简生 张执行张 其实基本上这样的一个团队 在带领现场还有一个叫做张碩辉 那他也是我们顾问团队里面 很坚强的一个成员 那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基本上因为他们的远见 大家也知道在台湾 商业银行应该多到 应该是三部一家两部一家 那跟超商也差不了多少 那在这样的红海底下 我们要怎么去突破 也不会 台湾不需要多一个商业银行 在这个思考过程中 其实大家在想的是 那我们要给客户什么 那大家也知道 在Fintech发展的过程中 其实大家强调的是什么 客户的体验 所以在最后的一个破话里面 我们决定了就是 我要走苏维银 我没有分行 所以基本上 大家在台北还看得到 比较多的分行 我们在台北 在提顶大道有一个旗舰分行 在威秀有一个体验分行 在一月初我们还会有一个中校敦化 在那个角落里面我们会开一个所谓的体验 比较具规模的一个可以做一些理财的服务 但是我们分行的特色就是我没有现金 除了我的旗舰分行以后 那这样的一个模式主要因应的是什么 主要的因应是我们的年轻族群的一个客群 其实基本上很少到分行去了 所以我们最后的决定就是 我走一个跟人家不一样的数位银行 那我全部走到云端 那这样的一个服务 是我们希望说让台湾的群众们 我们可以来体验一下 这样的新思维的一个银行 是不是可以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景色 谢谢副总跟我们这个介绍 其实坦白说我很难想象 未来我们去跟机器人 去存钱或者提款 或者是谈一些金融的业务的感觉是什么 不过看来整个数位化金融 是一个也不可避免的趋势 那既然是原生的数位银行 我相信这种数位服务 是你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 其实我讲了这么多 其实想问您说 为什么选择了V&W 在整个数位银行金融的推动下 特别是让客户或者是你们的员工 使用更多的行动设备 那为什么选择了V&W 那我们刚刚有讲 主要是说我没有分行 我分行很少 那即使你走到分行 我也一样是用行动装置 来服务客户 那当初我们在思考的过程中 其实同业大概都清楚 server端用V&W 是好像是标配了 那我也不是公为V&W 主要是它的产品 主要在这个业界 已经是被肯定成熟 那当走到行动端的时候 因为我的所有的服务 包括我的理专 包括我的分行的行员 我其实基本上我全部 我没有前台的系统 我全部靠平板 来做客户的服务 那当我们在思考的过程中 其实我在台湾工业银行 其实我们有既有的 所谓的行动装置管理的 的一个系统 那我要去挑战的是什么 我既有的系统 我为什么不沿用 那我考量的是什么 我考量的主要有几点 第一个 我的业务需求 我在平板的使用上 大家都有经验 它的平板的更新速度是快的 所以原则上 我的管理的工具 我也要能够跟得上 平板更新的速度 那这一点 我们在V&Ware这边 我们看到的是 它的速度是快的 可以跟得上版本的 第二个主要就是说 你整个过程中 你的管控 是不是能够做到我们 在IT的管理者的需求上 跟业务端在管控 所有的业务同仁 他在做任何客户服务的过程中的一些 记录 那这些部分 V&Ware也都可以帮我做到 第三个最重要的主要是说 平板有两大体系 Android、iOS 那当我们在过程中 我们在评选的过程中 其实B&Ware在这一点 是让我们觉得 我未来在 不管选择Apple 我不管选择 其他的品牌的一个 Android的一个系统 我都可以能够很活络的运用 不会被单一的 OS所绑死 谢谢 谢谢副总 这个我特别喜欢听到这个标配两个字 那我想副总您刚刚提到 在整个导入的过程 其实已经非常谦虚 我相信这个作为台湾第一家数位银行 背负的压力也非常大 因为这个不管是媒体 我们的主管单位 都在关注这个发展 那可不可以请您分享一下 这过程当中一定有一些挑战 或者比较艰辛的地方 那当然啦 我是觉得说在 大家也清楚了 银行业跟所谓一般的公司的主管机关是不同 那进到我们的经管会这边的主管机关 其实这几年他们已经改变很多 不然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进步 其实王道银行没有办法在1月3号 推出给我们台湾的这些朋友们来使用 那过程中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于说 一个新的机制在形成 一个新的流程在形成 一个新的客户体验在形成的过程中 我们考量的还是安全 所以我刚刚一直在强调就是说 在整个从理专 从行员 面对客户去把客户资料放到我的系统里面 再透过这个设计回到我的中心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这个过程中全部是必须符合主管机关的要求 必须加密 资料不能落地 那这样的过程中其实挑战在哪里 虽然是标配啦 基本上你在过程中你遇到的环境是不同的 每一家银行每一家公司其实它后台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过程中其实我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强调的是什么 你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原厂的支持是重要的 VMware 在这一点我倒觉得是说它并不是以产品的supplier为自己 就是很多很多原厂他都会认为我只是我把产品销售出去就OK了 其他都是channel的事情 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遇到非常多的困难 包括我在使用wacom在签名的软体里面的整合 包括我怎么在整个过程中我怎么跟后台的整合 系统的整合 沟通上面其实原厂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支持 这主要就在于说这样的partner在过程中他的参与 包括我们不是只有台湾的资源 包括中国大陆的资源 包括外国外的资源全部投入了 所以过程中很多困难 但是很多资源也都在这个时间VMware投入进来 这是我非常感谢的地方 谢谢副总 谢谢副总 这个我相信这个作为IT主管 这个上线压力是非常非常非常巨大的 那其实也跟副总分享我们的压力也非常大 要支持这个王道银行因为我们也不太想上媒体 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保证您的成功 那我想王道银行作为台湾第一家原生的数位银行 我们知道这个跟传统银行非常不一样 从你们的核心系统 从一开始就是架构在一个完全虚拟化一个X86的一个环境 那到这一次整个数位金融服务的正式推出 也导入这个行动的一些方案 所以可以说从云道端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过程 那请您最后再分享一下 在整个这个IT推动云道端的过程里面 那整个经验如何 我想王道银行所采用的技术都不是最新的 因为大家清楚在金融业你要使用新的技术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困难 那除了我们要考量的是安全之外 我们要考量主管机关这边对新技术的一个认知 所以在过程中其实王道银行最大的突破就是上了云端 我们是台湾第一个被主管机关核准把资料放到云端的过程 那这样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整合还是回到源头 我的后端我都可以做很好的管控 但是当我前端放出去的时候 其实在device端的管控是我们最大最大的挑战 那当然我觉得在整个合作过程中我们的经验在哪里 我们经验在于说我已经把地面的整合垂直到空中的整合 在360度客户资料的流动里面 其实我可以很运用自如的很 proud地告诉我们的朋友们 当一样都是做线上开户的过程中 都是从行动装置在做你的服务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在每一个点我们都知道你做到哪里 同业里面其实基本上你很多可以在网路上做申请信用卡 网路上做投保的申请 其实基本上你如果没有走到底 在中间任何一个点不见了 大部分大概你都就是重来一次了 在网道银行在开户过程中任何一个点断了 只要两个小时你大概就应该收到关切的一个简讯 四个小时会再来一个简讯来通知你 24小时以后我们的专员就会来关切你 这样的过程中其实不是要干扰我们的朋友们 主要是我关心一下说你在这个过程中的体验是不是有任何我们可以修正的地方 那其实整体来讲 器材端到中心端 其实这个整个过程中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管控 并没有让我们第一次的精简已经过了 其实过程中主管机关也非常认可我们 在整个end-to-end的机制的一个管控 包括客户资料的一个保存 所以基本上在这个整个过程中是非常美好的 那另外也分享一下 刚刚董事长也讲了一下Garner Symposium 那这一次我们在澳洲 Garner的澳洲亚太地区 我们是得到两个奖项 一个是所谓的Business Model的创新奖 另外一个是今年度最佳的创新银行 那我觉得开业 谢谢 我觉得对一个新生的银行 我在两岸峰会的时候 我跟对岸的朋友们分享说 我们是一个baby 我们infant而已 还不到baby 十个月不到 我们被国际认可 前几天MSCI也把我们列入 中小型的成长股里面的一个成分股 所以我觉得说这样的过程 这样的经历 这样的一个新的银行 是需要大家的支持 那顺便也广告一下就是说 如果有兴趣 你现在就可以手机拿起来 你就可以开一个 把APP download下来就可以开户了 如果你在十分钟以内你是及格的 十分钟以上你可能 是不是年纪有点大了会抖 所以我说重点在于说体验 我希望说大家分享 把这样的经验 我觉得不一样的一个业态 也能够让我们的 台湾的数位金融能够走向世界 我觉得要走向世界 你的device的管控是重要的 谢谢 谢谢 谢谢副总 谢谢副总这个非常精彩的分享 这个我相信今天这个 可能你们立刻会增加2000多个用户 那也希望大家趁今天这个现场的机会 如果万一这个使用经验还不太好的话 可以马上找我们这个副总 那谢谢林副总 然后这个是我们台湾之光 我们也预祝这个王道银行未来的业务 成功真正日上 谢谢 谢谢 我们把时间再交还给刚总 好 谢谢林副总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林副总的这个非常impressive的这种分享 王道银行是我们刚才林副总的话 叫做原生的数位化银行 那么VMIR能够有幸跟王道银行一起 或者参与到这个银行的诞生过程当中 我们首先感到非常感恩 也觉得非常的骄傲 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VMIR的技术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客户 利用行动装置行动技术来改造我们的业务 或者来增强我们的行业的竞争性 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继续跟大家去分解我们的vision 那么下个话题就是私有云 那么我们的重点就是要让私有云变得更加的简单 那么VMIR的技术实际上已经帮助客户能够把整个的资料中心完全的虚拟化 但是客户还是告诉我们说去构建一个私有云还是有一点点复杂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希望说我们用逾于部署 逾于管理和逾于保护这样的经验呢 来去更方便更容易地去构建一个私有云 那么这个就好像是历史在重复 大家知道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年龄都有这样的记忆 就是当年是怎么样去我们讲叫逗一个PC 那么那个时候去装一部PC呢 甚至于还会用到像电烙铁 像什么电压表这样的仪器去做 有一个tricky有一个窍门 就是说怎么样尽可能地去超频 这样可以用一个比较低的价格来获得更高的速度 但是现在商业环境里面呢 已经没有任何一个用户会用这样的方法去自己做PC 我们相信再过几年也许也不会有任何一个客户呢 去用现在的方法去构建数据中心 那么事实上呢 我们是要重新地思考数据中心去构建的一个方法 就好像我们要重新反思一下 我们再去做PC还需要电烙铁和电压剂吗 那么这里面跟PC有一点不一样的是 当我们去自己搭建一个PC的时候 我们更多考虑的是硬件的整合 去买内存memory 买磁碟 怎么样把它拼凑在一起 当我们去思考怎么样去构建 或者怎么样去简化一个数据 一个资讯中心的架构的时候呢 我们更多地考虑的是 Operation和软体的整合 那么 Weber推出的Weber Cloud Foundation呢 实际上呢 是帮助用户实现整个我们的资讯中心的 建设管理的一个Lifecycle 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自动化 那么我们所发布的 VCF Weber Cloud Foundation 2.2呢 包含了所有最新的Weber的技术 同时呢 又改善了整个Operation的简洁的程度 提供一个非常易用的界面 使得构建一个数据中心呢 变得非常非常的简单 而这样的技术呢 既可以在私有云的场景下实现 事实上 这样的技术还可以让大家在公有云上获得 等会我们后面会做进一步的讲解 而在这之后的第二个Keynotes里面呢 Week会跟大家去做一个演示 跟大家去解释 这样的操作会怎么样的简单 另外就是超融合的力量 我们可以认为说 现在市面上所有的超融合的解决方案 那么最先进的产品 其中的核心 用的就是Weber的VSign的技术 那么到今天 VSign已经有一万多家客户 我们每周都会增加一百家新的客户 那么VSign Ready Node呢 我们有大概十二家的这个伺服器 和两家的OEM的厂商的支持 我们也支持最新的Intel Scalable Server的晶片的技术 同时我们可以实现全闪存的配置 还有就是说VxRail 现在是Dell EMC的首要的一个HC的解决方案 而VxRack呢 我们也支持最新的VSign 2.2版本 虽然我们的客户 刚才林副总讲说 基本上在虚拟化领域呢 我们是一个 尤其是计算虚拟化领域 VMware成为一个标配 但是VMware也丝毫不敢松懈 实际上我们在计算虚拟化领域当中 还在不断的有新的技术创新 继续的给用户提供更高的价值 那么我们刚刚发布的VSphere 6.5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先进的一个虚拟化解决方案 它除了提供最新的VSign的特性支持以外呢 还提供原生的VCenter High Availability 更重要的是 它在多个环节上提供的加密的功能呢 使得整个的计算虚拟化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安全的一个堡垒 大家可以把更多的敏感性的应用呢 放在这样一个平台上面 谈完了私有云 下面我们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公有云 那么首先VMware的Cloud Provider这个Program呢 我们在全球已经有了4000家以上的合作伙伴 那么很多家都在我们的亚太和日本地区 给用户提供公有云的服务 那么也给客户提供了更多更多的选择 那么最近呢我们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战略合作的宣布 就是VMware Cloud on AWS 那么VMware Cloud on AWS呢 实际上使得用户可以在AWS的公有云上 非常简单的 像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VMware Cloud Foundation 那样的一个技术站 可以非常简单的在AWS的公共云环境里面去获得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使得用户非常容易的在VMware的技术站 和AWS的技术站 共同的来构建大家的解决方案 那么这个呢已经在北美地区提供服务 在2018年下半年我们会在亚太和日本地区呢 来推出VMware Cloud on AWS的服务 大家很快就能够享受到这样一个完整的混合云的解决方案 一年前的VMware大会上面呢 VMware宣布了我们的云战略 那么事实上一年以来呢 在VMware的云战略落地过程当中呢 VMware取得了非常多的成就 那么刚才我们跟大家介绍了 VMware使得私有云变得更简单 我们继续扩大我们的VMware Cloud Provider的 这个合作伙伴的数量 同时呢我们还跟重大的公共云厂商合作 来推出类似于像VMware Cloud AWS这样的服务 另一方面作为我们的云战略的第四个支柱 我们也越来越多地 把我们的技术和服务搬上云 来给大家提供基于云端的技术的服务 我们跟各行各业的CIO们去交流 交流的时候呢 那么经常会听到一个共同的话题或者是疑问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一个多云的环境 那么目前来说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企业 尤其是大型企业都会采用所谓多云的策略 或者另一方面说 事实上都会有一个多云的使用的一个现实 那么透过VMware Cloud的云战略呢 我们能够帮助大家去构建一个统一的一个云战略架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 我们有4000家的VMware Cloud的合作伙伴之外呢 我们还意识到有很多用户呢 在使用一些所谓的原生的公共云的环境 比如说Google啊比如说Microsoft Azure啊这样的环境 那么在这样的环境 在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环境的时候 用户需要像VMware这样的厂商呢 给大家提供一个一致的使用的体验和经验 来把我们的IT的发展的战略 能够落地到这样的一个复合的云环境当中 这也就是我们在Vision里面提到的 我们可以使得任意的应用 可以安全且自由地运行在任何的云端 整个IT技术的发展呢 可以说是日新月异 那么郭总刚才谈到说 每一周看不到新的变化 实际上我们都会感到有一点惊奇 而对于变化本身我们并不会感到惊奇 那么我们还谈到说 以后区分企业IT的策略的输赢的关键 实际上就是我们在Vision里面 中间的那一部分就是应用 也就是说当一个企业能够快速地 非常安全地推出 对新业务新的用户体验去支持的应用程式的时候 这个企业就在开始跟它的竞争对手之间拉开差距 我们也意识到说 对应用的更好的支持 是提升整个企业IT竞争力里面的一个核心的要素之一 所以我们就和Google和Pivotal 联合推出了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 叫Pivotal Container Service PKS PKS的推出使得我们的开发者 在使用Waremare的技术站的时候 就好像使用原生的Kubernetes的技术环境一样 但是同时使企业的IT管理者 在管理所有的DevOps和云原生的环境里面的时候 能够继续保持我们已有的 经过反复验证的安全和遵从的策略 一句话就是提供Developer Freedom和Operational Consistency 这样的技术使得企业在面临越来越快速的 应用程式开发的竞争的时候 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HCX技术也是我们在面临所谓混合云环境的时候 帮助企业尽快地把Workload 从私有云环境或者是传统环境 向云环境迁移的一个技术 那么它可以大批量地大规模地去转移工作负载 而不造成应用程式停机 那么HCX技术已经是完全整合了 我们的一些传统的解决方案 我们最近跟IBM宣布说 HCX技术在IBM的云上 能够实现 VMware的负载 迁移到IBM的云上面 那么HCX技术也是IBM Global Service所提供的 IBM Cloud Service里面的服务的一个选项 刚才我们说整个 VMware的云战略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就是 VMware会越来越多地 在云端来提供我们最新的技术和解决方案 那么我们最近呢一口气宣布了四个 我们叫 VMware Cloud Service 那么这七个Cloud Service 那么这七个Service呢涵盖有比如说 我们有提高用户对云资源管理的可见度 然后呢把ASX这样的一个虚拟网络技术 拓展到公有云 给用户提供基于云环境下的应用的性能的管理 等等等等这样的服务 这样一些服务 那么这样一些服务的具体的这个服务的细节呢 包括后面我们会谈到的安全细节呢 在后面的Keynotes 以及下午的Breakout Session里面 会跟大家做进一步的展示 但是现在呢我们想给大家展示一个更炫的内容 我们有一段非常炫酷的叫 Virtual Data Center的VR的虚拟的展示 那么我们现在有请我们的郭总裁和亚太区的产品行销总监 James Hieh到台上来给大家做一个展示 郭总 欢迎您好 大家早上好 然后我很高兴能跟郭总一起合作 我也希望跟你合作 展示一下我们这个VR Demo的那个项目好不好 好 首先的话我邀请我们的工作人员那个琼衣 帮你带上这个 就是说台湾出厂的那个VR的那个设备 好的 哇 数据中心 对了 所以这个的话大家看到的话是这个虚拟的虚拟资料中心 好不好 然后这个机房里面的话你看到有好多那个主机 然后郭总麻烦你到处看一看好不好 好 不要摇得太厉害 我们可能是说观众的话 我们已经尽量的安静 看到之后会有点头晕 所以我们不希望说观众会有嘔吐的现象 对不对 所以麻烦你先进入这个三号主机 好不好 三号主机 好 你看这边很多那些虚拟机 然后麻烦你拿起那十二号虚拟机 好不好 十二号 给大家看一下 往前 对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虚拟机的名字 你拿到那个Photon 64 然后那个Memory和那个Storage的话 是一个GB和四个GB嘛 你先把那个虚拟机放回那个主机 好不好 再放回去 OK 好 郭总不好意思我的手机在整栋了 我看一下 OK 是我们那个 我看一下我们Workspace ONE和Box的那个E-mail的应用的话 是我们CEO 发E-mail跟我讲说你在做这个展示的话 不如做多一些Demo吧 好 他说要求说你把这个虚拟机删除掉好不好 为什么 他说它不需要了 OK 好 你知道怎么删除 怎么删除啊 对 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的话 要删除的话很容易 找个垃圾桶 丢进去就输了 在哪里 你转右吧 转右转右转右 往下看 往下看 往下 找到了 丢进去 对 丢进去 然后 放了 OK 你看一下 不见了 就这样这么容易 好容易哦 然后呢 麻烦你现在跳进二号主机 好不好 OK 这里 二号 OK 你往下看 它有个虚拟机叫做on-prem01的 你把它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好 噢 噢 缺人一下 也是叫Photon 64 一个GB 四个GB的那个Storage 然后刚才那个 刚总谈到那个VMware Cloud on AWS的功能 不如我们展示一下这个VMotion 怎么把这个虚拟机 从这个私有云 轻移到这个公寓云好不好 怎么样 怎么样 麻烦你转回头 转180度 对 看到那个VMware on AWS Cloud OK 然后我们把这个轻移到那个Cloud 怎么样 轻移 在一个虚拟世界里面的话 你就把它丢进去吧 OK OK 好 进去 进去了 这不错 你留在那个那边 然后不如我们进去那个云端 看一下那个虚拟机到底跑去哪里好不好 好 麻烦你进去跳进那个云端 我走进去 你要就是说 OK 跳进去按钮 对对对 OK好 进去 稍等一下 好 哇 就在云端了 对对 麻烦你转回头好不好 OK 都是云 OK 好 好 这边 这个云端里面的话 有四台那个主机 OK 麻烦你进入这个二号主机好不好 不是五台吗 二台 哦 五台是吗 OK on-prem 01 你往下看一下 OK 要我拿起来 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确认一下说 是刚才我们丢进的那个虚拟机好不好 来 应该是一样的 Photon 64 OK 先放回去好不好 放回去 OK 为什么要红色的字 对 你看到这个红色的那个字母是吗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什么 选移的时候呢 可能这个资源出现了问题 OK 不如我们把这个资源的问题解决掉好不好 好 麻烦你先转回头去那个控制中心 好 差不多这边 然后你按下按钮 OK 进去 谁啊 这个是要 他叫Brian 是我们虚拟中心里面的那个负责人 我是有跟他沟通吗 暂时不需要了 然后我们先转回头 先转回头 OK 你看到这一部分的话是那个Menu嘛 然后有好多选择 OK 然后呢我需要你选择那个Enable Elastic DRS 好 OK 当你选择这个Enable Elastic DRS之后呢 这个AWS呢 会建立一个新的那个主机 然后经过我们这个VSAN 提供这个 储存的那个容量 然后呢也经过这个我们的NXX的虚拟网络的话 把这个新的主机连接在一起 然后DRS的话会把这个 有一线的一些虚拟机 转移到这个新的主机上面去 然后你转回头看一下 那个Storage Memory的问题的话 对 变成绿色了 问题已经被解决掉了 很容易 好了 郭总我看你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玩得太开心了 好开心 帮你帮回现实世界好不好 好的 然后把时间交回给刚总 让他多讲一些关于那些比较有趣的那些信息 OK 谢谢大家 谢谢 Well done 谢谢 真是非常精彩的 我们叫Virtual Virtual Data Center的Demo 那么 我们回到 当下的现实世界 那么当下的现实世界来说 Waymare Cloud 来帮助大家提供一个一致性的基础架构 能够让大家使用一致的这种经验和感觉来去运作我们的基础架构 然后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服务提供商帮助大家实现我们的跨云的这样的一个策略 那么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回到我们的愿景 那么刚才我们谈到过移动行动装置行动计算 谈到过私有云 那么谈到过公有云 下来我们谈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题 就是网络 那么 网络现在正在发生着一场技术的变革 这场技术变革带来的一个结果 是说我们把我们的资讯中心变成资讯的中心 而这里面的核心技术就是ASX网络 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ASX网络虚拟化的解决方案 能够真正地把私有云 把桌面 把行动装置 把公有云 把传统的应用架构 把新的应用架构 把它完全地融合在一起 其中甚至还包括电信网络 和物联网以及分支的网络 也就是说 有了NSX 所有我们所面对的IT的环境 就在我们企业IT的掌控之下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策略 部署在任何任何一个资源上面 那么如果说 VMAR在过去 VSphere是我们整个产品和技术的核心的话 那么在未来 VSphere的地位 将会被我们的NSX所取代 NSX会成为我们去构建一个未来的 企业IT基础架构的一个核心的部件 如果说各位是VMAR的粉丝 如果您还没有使用NSX的话 我们觉得您就有一点稍稍的落伍 那么下面我们请Barry再度上台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台湾客户的成功的案例 Barry 请 好 谢谢钢总 那刚刚我们很高兴请到王道银行 那林副总很客气说 他们还是一个这个baby 只有十个月大 其实在现在科技的推波助澜之下 企业DNA已经完全改变了 所以这个有可能 这个20年还是一个baby 但是有可能两岁就已经长成一个巨人了 那接下来我们很高兴呢 请到我们另外客户 也是我们在电信行业里面 一个新兴的这个企业 台湾之星 那我们非常感谢台湾之星 资讯处陈明勇 陈处长来到现场 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 处长您好 来 要不要跟我们贵宾打声招呼 好 各位在场的贵宾大家早 好 所以刚刚也聊到 这个台湾之星也是我们国内非常 新的一个行动业务的供应商 也是成长非常快速 我知道你们的这个门户 已经突破了几百万 那我看到这个台湾之星在我们媒体电视上的广告 除了这个提供的这个价格非常优惠以外 我们看到一些非常感性的广告 其实非常感动的 那所以我相信台湾之星对于客户的这个体验 非常关心的 我想请处长先聊一下 从台湾之星的IT的这个角度 在过去 怎么样协助台湾之星在云端的整个建设上面的推动 了解 好跟大家在这地方做一个说明 其实这几年开始 大家可能对台湾之星会比较有一个了解 我记得我刚到台湾之星的时候 我们一个主管到外面 去跟人交换名片 人家跟人家讨论的时候说 台湾之星 他以为它是一个综艺节目的一间竞技公司 我们叫T-Star 他以为它是一个歌唱比赛的一个主办单位 其实这个地方 他跟大家郑重的一个宣布 我们台湾之星是一个非常年轻 然后客户数成长非常快速的一间电信公司 台湾之星的IT 也是一个非常年轻 非常有活力的一个IT 我们强调我们的这个专业 也注重我们的品质 所以我们对客户的共同承诺 就是最高CP值 服务好专业家 所以IT就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使命 是如何在让我们客户需要的这些 这些service 能够用最短的时间 最短的时间能够快速上线 而且必须要同时兼顾到 它系统品质 稳定度以及效能 所以在经过我们的评估之后 我们最后使用了整个VMware的一个solution 我们在2014年开始的时候 大量的一个部署整个VMware的虚拟化的一个平台 vSphere 然后并且开始将我们的一些虚拟机 实体机的一些系统 透过P2P的一个机制 移转到这样一个虚拟化平台 然后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呢 大大的降低了我们因为硬体造成的一些outage 以及这些down time的一个时间 也同时能加速我们系统一个一个上限 所以在2015年的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又开始引进了VMware的一个技术 就是SRM Site Recovery Management的部分 来建置我们的一个双资料中心的一个架构 透过这个双资料中心的一个架构呢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系统的一个RTO 降置到15到30分钟以内 所以说它在单一资料中心发生异常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很快速的在另外一个资料中心 能够带起我们的一个service 然后到目前为止呢 台湾之心大概有数千台的一个虚拟机 都是running在整个VMware的一个平台上 那它不但非常的稳定 效果也非常的好 所以在前几天的一个双十一的一个购物节 台湾之心的一个188的一个购物 能够得到这个空前的一个成功 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谢谢VMware的一个支持 那我也个人也认为说 台湾之心在这一次的购物节的一个成功案例 是企业透过云端化虚拟化 然后达到商业应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功案例 好 谢谢 谢谢处长 讲得太好了 这让我很感动 除了这个 您刚刚提到 在这个云端整个推动的过程当中 原位是一个标配以外 我相信在电信公司里面 网络是非常核心的 非常重要的 那在网络整个的规划 战略上面 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挑战 或者是你们想怎么克服 是的 其实 企业的需求总是永无止境的 所以当我们大量部署了大量的虚拟机 降级了我们的CAPS OPEX 之后 其实我们就很快地面临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Berry提到的一个网络 所以在不久之前 我们依然还是使用传统的一个网络设备 透过PyVVLAN的一个机制 来做我们一个业务系统的一个区隔以及保护 但是这种传统的一个方式 其实在不管是Config上面或维护上面都非常的困难 最糟糕的一点是它的弹性非常的差 所以就Push我们的IT 开始去思考 如何能够克服这样的困难 我想说这个答案应该还是在VMware 好 所以您刚刚提到这个网络的一些规划上面的突破 那现在有一些很新的这个技术 包括像虚拟网络 微分段这些技术 那可以请处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台湾之星在评估的过程里面 然后怎么样去做这个决策 了解 台湾之星是一间电信公司 所以我们在整个软体定义网络上 其实都一直有所研究 所以经过我们的不断的一个测试 我们觉得VMware的NSX 其实是在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个非常成熟的技术 也是领先者 所以它提供的很多的功能 也都是传统的这个网络没办法做到的 所以在今年开始 我们也在前几个月开始导入整个NSX的架构 慢慢将我们的核心系统放到这整个的一个架构里面 那在导入的过程中 我觉得有几件事情 可以跟在场的来宾来做一个分享 就是第一个 它在导入的过程中 完全不用动用到现有的这个网络架构 这在对于整个电信公司 这就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 它不用动到既有的一个架构 它可以先见后采 第二件事情就是在整个这个飘移的一个过程 在执行的一个过程 导入的过程当中 它不会有档碳 那对于我们的用户 是中断的用户 它是非常的高兴 因为在导入的过程中 完全不会有系统一个档碳 那对于管理者而言 在导入之后 他就不会像传统网络 这么样的一个难管理 在config上面监控上面 都能够达到 能够降低它管理的一个时间 所以说在导入之后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solution 所以在未来的几个月 我们会慢慢地持续地 将我们的一些重要的核心的一些service 慢慢地导入到整个nsx的架构 然后让它能够优化它的一个保护 监控管理机制这样子 所以导入nsx可以不改变你们既有的网络结构 然后也不会有down time 那也呼应刚刚郭总 第一个演讲里面提到了 事实上全球的电信行业 面对5G整个的改造 是一个重大工程 那也可不可以请您分享一下 台湾之星在未来的IT策略上 还有什么新的计划 是 在一路上我们从2014年使用了这个 VSphere SRM到nsx之后 其实我们对VMware的产品是非常的具有信心 也希望在未来能够跟VMware 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些合作 那我们在未来可能 我们一直以来都对VMware的一个feesan 感到非常的高度有兴趣 主要是因为其实我们在导入整个虚拟化的过程中 曾经遇到一个困难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辛苦的一件事情 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在Server跟Story 在Hypervisor之间的一个相容性上面 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 但是这是我们事先始料未及的 所以我们经过好几个月 我们开构到全球的Global 追踪了大概三四个月 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以说我们希望期许在未来 这个超融合集 VSphere SRM的架构里面 能够透过单一提供的一个储存 能够解决我们在上次遇到的一个困难 而且台湾之星是一个高度成长的 业务成长的一间公司 所以我们IT厂商都不断地要在资源池上 我们的Resource Pro 不断地加这些Computing Power Capacity 也提供我们前端的这个使用者 所以我们也希望在导入VSphere的一个未来里面 能够同时提供我们的储存 以及Io的一个效能 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比较感兴趣的是 其实是VMware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个管理 台湾自信的IT呢算是一个非常非常精简的一个IT 人力也都是精兵政策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很多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机制导入 然后配合我们的专业人才 能够提高我们IT的一个生产力 所以说在未来的这个几年里面呢 我们希望还是能够持续地透过VMware的这个虚拟化的一个平台 包含VSense、NSS这个技术 在导入5G的时候呢 能够快速加速我们IT以及网路上面的优化 然后让我们台湾自信呢 能够提供更好的一个服务给我们所有的用户 OK 太好了 谢谢 非常谢谢处长今天精彩的分享 我们也预祝台湾自信成为明日的台湾自信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把时间再交还给刚总 好 谢谢刚才陈处长的分享 有很多很多实际的 非常实际的有价值的这种经验的分享 那么接下来我继续跟大家去进一步解读VMware的愿景 那么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安全 那么安全是一个永远的话题 尤其是说当我们现在面临一个不停的 而且是在快速变化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说有更多的侧面暴露给了所谓的安全的威胁 而现有的或者说传统的安全产业的局面呢 是不能够令大家所满意的 我们有个统计哈 企业在安全方面的支出呢 每年超过1000亿美元 那么这个增长的速度呢 是整个IT支出当中最大的一部分 可是安全的漏洞的产生的速度呢 比我们支出的速度还要快 那么安全的问题现在是出在说有太多的解决方案 太多的公司 这些都是点状的公司 那么我们的客户对这一点呢 非常的失望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全新的方法 那么这个全新的方法呢 事实上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性的方法 也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转型的安全 转型的安全里面分三个部分 那么第一个部分是说 我们要有一个对于安全的使用策略 对于网络使用策略的这样一个重申 那么在这里面有五大要素 事实上这五大要素呢 是整个企业安全最基本的五个关键 包括我们要实现最小权限访问 要实现微分隔 用微分隔的方法 使得应用和应用之间呢 能够有一个最小的访问权限 另外在可以加密的地方 尽量的使用加密 身份认证的时候 用多重的身份认证来确保 整个的身份认证里面的核心部分的安全 还有就是及时的修补 我们可以说 每次当发生重大的安全实践的时候 我们去反思的时候 都会发现这五点当中 某一点或者某几点做得不好 那么对于VMware来说呢 我们正在去试图帮助客户 第一是重新去构建整个的安全架构 第二个是去实现刚才我们所谈到的五点 这是最基本的安全的原则 不断地去强化 那么从基础架构层面来说呢 我们帮助客户呢 去构建一个具有内建安全性的基础架构 比如说刚才我们所谈到的 微分段技术 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加密的技术 这些都是在NSX软件 或者是VSign的软件里面去实现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强调的 加强身份认证的技术 这个是在我们的Workspace ONE 和AirWatch这两个方案里面去实现 那么在基础架构当中 去更好的帮助用户 更容易地去实现我们刚才所说的 五个安全建设的原则 这是我们的一个出发点 在基础架构方面大家可以看到 从行动装置 从网络 从储存等等方面 都做到了 那么运算这方面 有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事情 有没有什么可以改进的事情呢 那么我们就在思考说 怎么样去实现一个更好的 安全的 运算的基础架构 那么在中国有一句成语 叫做去无存经 那么传统的我们在去保护 运算基础架构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去关注所谓去无 这样的概念 也就是说我们去关注 入侵者会去怎样地去 截取我们的计算资源 包括说怎么样截取IP 怎么样去创建一个非法的恶意的程序 怎么样去衍生一个新的服务 去覆盖一个系统的配置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传统的想法 一个新的想法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关注正常的 好的东西 那么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要思考去无 我们更重要的需要去思考怎么样存经 那么这就使得我们整个的方向变得更加的明确和简单 因为说你要去去无的时候呢 是一个工程十分浩大的方法 因为每天每天 刚才我们谈到说 新的安全威胁产生的速度 甚至要超越我们安全追加投资的速度 所以这个游戏是一个 一开始就注定是很被动的游戏 那么存经不一样 存经的说我们去关注那些正常的行为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转手为工的一个思路 那么外面我们最新发布的一个解决方案 叫App Defense 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策略 这样的一个思路去设计的 App Defense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去掌握什么是一个城市 对于计算资源正常的使用的模式是什么 这里面我们可以基于很多的技术 其中包括一些创新型的技术 比如说我们用类似人工智能的方式 去获取一个正常运行的程序 它的行为模式应该是什么样的 也就是说这种我们对正常行为模式的掌控 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 我们对一个程序打了一个patch 也许它的行为模式会有一些改变 但是就需要这样一种技术去识别出来 这样的改变是正常的 第二步显然就是侦测 就是我们能够通过我们在虚拟化层面的设置 能够去诊断出一个应用程式 它到底有哪些行为是值得怀疑的 是超出了它正常行为模式的范围的 再有就是回应 由于VMR在技术架构层面的位置 使得我们非常容易地去做出很多种丰富的回应 比如说最简单的最直接的阻断 还有就是说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 可以去截取整个的流量包做进一步的分析 或者是把这个流量导入到一个密贯系统 让它去做更进一步的工房的观察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要提供一个非常开放的平台 来使得我们的合作伙伴 能够在上面去不断地丰富安全解决方案 但是同时提供一个对于客户来说 完整的比如说部署 响应 诊断 侦测的这样一个框架 那么整个这三点是VMR在云时代去提供 资安转型的一个大的方向和策略 这样的一个方法和策略 可以说构建了我们未来IT转型的一个安全的基础 有了这样一个基础 我们就可以非常自由地去发挥 去在这样一个平台上面 去让我们的开发者能够随意地去 方便地去开发应用 让我们的用户能够去非常方便地 同时又对我们的系统不构成任何损害的 伤害的去访问我们的业务 整个来推动我们的业务的转型 有关安全方面的内容 由于时间关系这里面我不再深入展开 在后面的Keynotes里面 以及下午我们有一个专门的Secret Breakout Session里面 大家可以听到很多更详尽的讲解 还可以看到很直观的Demo 那么 关于Vermere的愿景 我们就分成几个大的部分 跟大家做了进一步的解读 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客户 来跟大家做了经验的分享 最后在上午的第一场主题演讲结束之前 我想请郭总回到台上来帮助大家来做一个总结 好 我们欢迎郭总 谢谢 谢谢李刚 今天我们一早到来 已经好多人已经出现排队进来支持我们这个活动 支持我们今天的V Forum 我的同事告诉我 应该已经有超过两千个朋友到场来支持我们这个V Forum 我们感到非常地荣幸 也希望大家到来跟我们一起来研讨分享 互相分享 互相学习 一些数位化转型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处 其实我们更希望的有更多的一些客户 更多的一些好朋友们 跟大家上台来分享 但是基于时间的一些考虑 没有办法 请更多的一些好朋友们 过来分享这个经验 第二呢 我在台湾 这个我们在台湾是非常重视台湾的 不单止是重视台湾的客户 也是非常重视台湾的一个 跟台湾的一些公司进行多方位的一些合作 举个例子 我们跟一些企业 比方说云达科技 广达的子公司 云达科技公司进行合作 在云计算方面 我们继续地希望能够更深入地 跟数位通国际进行合作 比方说我们在IoT方面 跟IoT领导厂商 这个临华科技 Atlink 希望能够共同走进国际市场的一个局面 也感谢各位给我们过去好多年的一个支持 因为过去很多年的一个支持呢 让我们在台湾地区的业务 有强劲的一个发展 这里头要感谢一下 这个Berry跟他的团队的一些努力工作 总部对这个VMware总部 对大中华区非常重视 而我们看到台湾的一个业务 还是增长那么强劲 我肯定会继续投资 不但只是售钱的 售后的一些服务 让我们在台湾的 可以支持我们的一些企业 支持我们的一些朋友 这个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回报 我们会非常踏踏实实地 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希望能够帮助台湾的企业 走向国际化 这个越来越强壮 越来越走向国际舞台 取得更大的成功 在这里感谢各位的到来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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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o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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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orl